熟人艳凡正 作者迈克尔金 我是在十一路公交车上遇到菲利的 他是我的老同学 大学四年 我们是公认的铁哥们 连衣服都互相换着穿 所以我们极其夸张地来得一次拥抱 煞是令旁人羡慕 彼此问候才知道 我们都在墨西哥 他结了婚我也有了家 所以我竭尽全力地 寻找关于工作家人小孩的话题 可惜当初经常屏竹夜谭的我们 似乎少了许多默契 只那么三言两语便结束了 我有点尴尬 看菲利他也不断地往窗外看 时不时向我挤出一丝刻意的笑容 这情景让我很难受 窗外挤满了抢到的出租车 死死地把我们堵在中央 好不容易爬进一段 刚好又遇上了红灯 时间很难熬 好几次挑起话题失败后 我只想赶紧下车 可是前面还有一座很长的桥 而且桥头还有个收费站 有一次为了交过桥费 足足等了四十分钟 所以我很害怕 当然不是因为公交车的堵塞 而是无法面对眼前的菲利 在过桥前的最后一站 我豁然起身奔向门口 临下车那一刻 赶紧回头跟菲利打个招呼 说先下了以后常联系 他竟然站着 手里提着一大袋食品 爽朗地说 好以后多聚聚 没想到菲利变化这么大 墨西哥真是磨练人啊 明明没什么话说 他还多说句句 不过我不怪他 我说常联系也是客套话 在公交车上这么久 我们连联系方式都没留下 还怎么联系 交扬似火 虽然要步行过桥 但我心里轻松 走一段路 总比两个人熬在车上强 再说了 过桥还要多收一块钱 我不亏 难得不行看看桥上的风景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 心里盘算着 过桥后拿一块钱 给儿子买根棒棒糖 那家伙一定会抱着我的脖子 使劲亲吻 哈 我忍不住提高了音调 可我耳朵里听到的 并不是自己的声音 桥对面走来一个人 也在使劲哼着同样的小曲 我扶了一下眼镜仔细一瞧 心里重重地咯噔了一下 那人竟然是非力 他看见我立马也呆了 他竟然往回走 难怪我下车的时候 他站起来了 他宁愿过桥后再回来 也不愿与我一起下车再聊上一段 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 我们互相笑笑 说真巧啊 家里孩子等着吃饭呢 回头见 说完便陶冶似的往前走 谁都不愿意问 为什么走这么长一段 和非力擦肩而过的那一刻 我分明看见他脸上多了一丝沧桑 一双眼睛老在躲闪 我知道他不再是当年的他 可是我还是当年的我吗 娇阳已躲进云层 我仍觉得全身发热 加快脚步 只想赶紧走完剩下这段桥 也不买棒棒糖了 直接回家 拿面镜子 好好瞧瞧 感谢观看